为什么每次跑长距离后半层容易掉速 为什么全马在30公里后容易撞墙 单纯是因为我们跑的不够 菜就要多练吗 大家好我是报道王 前两天有用我跑长距离后掉速跟心率飘高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所以在今天影片中我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困扰许多跑者的现象 为什么我们跑全马 或者是我们在周末长距离后半层会容易掉速呢 你是否也曾经在比赛中刚经过30公里这个坎就觉得自己好像体力不支 速度逐渐下降 是不是在周末自己拉链的时候 一过半层就觉得脚超级的重 今天我就来说说几个背后可能的原因 并提供一些科学的方法 帮助你在长距离跑步的后半层 还能够保持一些稳定的速度 好好的跑下去 其实不管是在比赛或者是日常长距离 要速基本上是每个跑者都会经历的一些挑战 尤其是当我们跑了差不多2530之后 身体跟精神的状态都很容易产生变化 今天我就来说说其中几个关键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了解肌肉糖原 糖原是身体储存的碳水化合物 是我们长时间高强度运动的主要能源 当我们跑马上升的时候 跑到马配的时候 身体会同时消耗脂肪 还有肌肉跟肝脏中的糖原来供应能量 然而糖原的储备是有限的 一般来说 储备的糖原只能支持 1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的高强度运动 如果照这样推算 6分配的你大概跑个半码糖原就不够了 而4分配的大神最多也就跑个30公里 肌肉中的糖原就基本耗尽 当糖原接近耗尽的时候 身体就会开启的保护机制 会转向靠脂肪的功能 虽然脂肪储备很丰富 但它转化能量的速度比较慢 不足以去支持我们维持 一个比较高的比赛配数 因此我们就会感到疲惫 速度也开始慢慢的下降 再来马拉松是一个 极度考验耐力的运动 累积疲劳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 在我们前半层 肌肉才刚开始处于一个很良好的状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肌肉慢慢累积一些微小的损伤 长时间的冲击跟肌肉收缩 就让这些微小的损伤逐渐去减少肌肉的工作效率 此外长时间的运动也会在肌肉中 去积累代谢更多的负财 比如像乳酸 这些物质就会干扰肌肉的正常功能 增加自己的疲劳感 让后半层的配数 慢慢下降 而在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中 我们常常会因为流汗失去了大部分的水 跟电解质 如果在比赛中没有及时的去摄取 这些水分跟电解质 脱水跟电解质失衡的问题 就会慢慢出现 脱水会导致血液的容量减少 进而减少了心脏每次博出的血量 降低了氧气跟营养物的传输效率 这不仅会让你感到疲劳 而且还会影响你的跑质 跟整体的跑步表现 而且电解质失衡 像尤其是钠甲美的缺失 会直接影响你的神经跟肌肉的正常功能 可能会导致肌肉的筋软 或者是无力感 这种因素也是会让你在后半层 跑不起来 像我们平常中度跑个长距离 不太可能像比赛中两三公里 都能补治水 所以身体就很容易进入到这种 轻量脱水的状态 你说说你是不是每次跑完 就少了一两公斤 随着跑步时间增加 综合以上等等原因 即使我们跑步 维持一个相同的配数 我们心率还是会逐渐的上升 这种现象就叫做心率漂移 它意味着心脏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来维持同样的运动强度 进而也增加了你心血管系统的压力 同时随着运动时间的增加 核心的温度也会慢慢升高 身体需要更多的血液 去流向皮肤 以帮助散热 这也减少了流向肌肉的血液量 进而减少了肌肉的供氧 还有营养供给 慢慢的跑步效率下来了 所以速度也自然就放缓了 最后一个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 就是跑长距离时 我们的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时间越长 心理疲劳的影响就越大 在比赛中很多跑者都会在30公里之后遇到所谓的撞墙现象 其实这个现象不只是身体能量耗尽问题 有时也是心理疲劳的问题 心理上的那种倦怠感会影响自己的专注力跟动机 使得原本那种高强度的意志力开始减弱 然后就慢慢掉树 有研究显示 60%的跑者在长距离跑步中 是因为缺乏动力 才无法完成预定的目标 你是不是常常因为没办法跑到PB 而开始觉得脚好像卖不动了呢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为什么会在马拉松后半层掉树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通过科学方法去应对这些挑战 帮助自己在后半层 还能维持一个稳定的速度 首先就是要一个合理的能量补给策略 为了避免自己的肌肉糖原耗尽 我们这个策略非常重要 不管是在训练还是在比赛中 我们都需要注意几个部分 在比赛前或者在训练前两两三天 增加自己的碳水化合物摄入 就可以确保肌肉糖原的储备充足 比赛当天 我们早餐也要富含碳水化合物 而且是要容易消化的那种 在比赛的过程中 建议大概每30到45分钟进行一次能量补给 我们可以选择能量胶 能量棒 或者是 含糖饮料 在补给的时候也要确认自己补足一个充分的水分 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还有利用这些能量 而在比赛结束后立即的去补给 这些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 也有助于肌肉恢复 并为下一次训练做好准备 但如果你想要训练自己对于糖原缺乏的耐力 你也可以选择在每次周末晨跑中 不吃早餐 也不足不及任何能量 只补充水跟盐丸 去跑一个有距离有强度的课表 注意这是一个强度很大的消耗性训练 我们要小心服用 累积疲劳是马拉松训练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来管理它 减少自己在比赛中的影响 我们在平常的训练中 逐渐的增加自己跑步的距离跟强度 给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 而通过一些长距离的奔跑 我们就可以模拟比赛中的那种 疲劳感 让身体啊 逐渐逐渐的适应这种状态 而为了避免脱水跟电解质失衡 在比赛中啊我们要 注意及时补水 保持适当的水分摄入 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 因为那时候就已经代表你已经有轻微脱水的迹象 比赛当天啊 你就要根据天气还有个人的需求 制定一个合理的补水计划 同样啊在周末自己跑长距离的时候 也要好好的去关注这一点 如果当天的温度 比较高或者出汗比较多的话 我们还要去适时的补充 用电解质饮料 或直接使用一些像电解质片之类的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像那甲美的流失 保持自己的神经跟肌肉间的正常运转 也避免了电解质失调的问题 保持心血管健康并维持一个稳定的心率 对于维持速度是相当重要的 在日常训练中我们就要通过像心率监测的器材 去调整自己的训练强度 确保在不同的心率区间啊 进行一些合理的训练 慢慢提高自己的有氧耐力 增加最大摄氧量 这样就可以在比赛中更好去控制心率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心理准备 心理状态啊 对于比赛成绩影响是相当的大 尤其是在马拉松的后半层 因此心理准备是相当的重要的 我们可以将比赛或者是长距离拉链 分为几个小目标 比如每五公里为一个阶段 这样就可以更好去管理你的精力跟意志力 分段目标可以让你在完成每个小目标的同时啊 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就感 增加一些自信心 而在训练跟比赛中呢培养一些积极的想法 可以让你在感到疲惫的时候 用一些自我暗示 比如剩下12公里的时候 你可以想 我平常训练就是跑12公里 最后12公里对你是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在马拉松的比赛中啊 后半层调数是一个常见 而且很正常的现象 但通过以上我说的这些科学方法和训练方式啊 就可以去减少这些情况的影响 不要害怕面对后半层的疲劳跟困境 记住自己在训练中的努力还有准备 相信你一定能跑得更快更远 祝大家都能突破自我 在赛道上实现自己新的里程碑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报道王 我们下次再见 明天去跑个长距离吧